如果你喜欢音乐还不会解谱 那么这个视频教您快速认识解谱 首先第一步认识八个数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零 分别在解谱当中唱作 Dora Mi Fa So La Si Kong Kong也就是咱的一个修指符 那么练习这一步很简单 就是需要大家随便找一张纸 把八个数字打乱顺序写上一百个 如果能够在五十秒之内完成 那么恭喜您第一步顺利过关 那么接下来第二步就是认识音符 也就是音的一个长短 首先咱们看第一种单独的一个音符 它被称作一个四分音符 它唱一拍 So 一下以上被称作一拍 那么在四分音符的基础之上 后边加了一条短红线 那么这一条短红线叫增实线 每加一条增实线多唱一拍 那么这个So后面加了一条增实线 它被称作为二分音符 唱的时候是So A 唱两拍 那么在四分音符的基础之上 在下面加了一条短红线 那么这一条短红线叫解实线 加一条解实线 代表它唱半拍 被称作为一个八分音符 好 那么接下来认识完咱的一个音符以后 咱们来认识一下咱的一个音高 也就是咱的一个音阶列席 需要大家熟练 掌握咱的一个上行与下行的一个音阶唱法 我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大家要反复地去练习 来感受咱音高的一个变化 那么掌握了以上三点以后 咱们来看一个例子 大家看其中的一个咪跟骚 是一个四分音符 也就是一拍 最后面的一个音符骚 加了一条短红线 这条短红线叫真实线 也是一个二分音符 它唱两拍 其他的音符都为八分音符 各站半拍 我给大家演唱一下 一二三 走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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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咀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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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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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学会了吗 点赞加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